大家好我們是東京走著喬 我是包伯 我是韋恩 我們又跟YahooTV合作啦 七夕情人節快到了 單身的人不用害怕 我們今天要介紹讓兄弟間感情增溫的 七夕情人節東京一日遊 首先第一站我們就從秋葉原開始吧 為什麼我們第一站要從秋葉原開始咧 因為這邊動漫遊戲電器一應俱全 雙宅出動 耶 超爆多的公仔任你挑喔 動漫DVD天堂 復古電玩也有 秋葉原這邊也有買很多電子零件 專家可以來這邊挑選 後面就不用多說了 就是Big Camelot最大的電器行 小巷子裡面也有CP值很高的便宜電器 哇各種扭蛋耶 嘿嘿 陪伴我的青春期草莓版本版的男戶圍 連便利商店都這麼動漫耶 DVD欄 超人氣的女僕咖啡店 過戀愛了 吃可麗餅吧 中餐南餐就是要吃滿滿的壽司啦 我們現在來到東京都一家非常高的江戶籽 哇吃超飽的啦 下一站我們就前往台場囉 阿承百合海豪澳前往台場的服務 可以順便欣賞東京的景色 我們現在到了Telecom Center 我們要去育教娛樂的日本科學未來館 去吧 入場圈一張620塊是病 館內的建築怎麼樣的感覺 蠻現代的啦 就有那種台中科博館在加強十倍的感覺 這邊7樓可以看到這個台場的景色 這邊展場有英文解說 可以放輕的在那邊學習 台場這邊除了剛剛的科學未來館之外 還有很多其他東西可以體驗喔 比如說像Toyota的騎車博物館 還有很多大型電文的Joy Police 宅男必定造訪的鋼彈 鋼彈 現在要來經過鋼彈的腳底下 也就是AKA跨下 鋼彈跨下之旅 台場除了剛剛很多體驗的地方以外 還有滿滿的購物喔 男生買東西的地方也是少不了的 YES 在台場喝杯咖啡吧 來享受一下兄弟間的好時光吧 台場的海邊啊 在夕陽十分真的非常的漂亮喔 男人今天的浪漫就是要來走40分鐘的彩虹橋 好 但這邊也是走路才可以洗澡到的風景 值得啦 我們現在要坐車去兩國 男子漢的晚餐就來吃兩國的相鋪火鍋 這家店叫做相口巴西 現在要來吃這個我們點的特選和牛 超大一片 它的油花噴布得非常的細緻 所以你入口啦 滿滿的油脂肉散布在你的舌頭上 超好吃的 因為太好吃了 所以我們吃到整個鍋底是已經清空了 吃飽飯啊好飽啊 我們去最後一站前草 好 這邊就有前草知名的雷門啦 大家可能會問為什麼東橋要晚上來前草呢 因為這時間點啊 相對的光顧比較少 所以比較浪漫一點喔 我們的兄弟情人節 東近一日遊就在前草結束囉 希望你可以跟你的另外一半感情增溫 我是寶寶 祝文 大家下次見 掰掰 拜拜 YAHOO YAHOO 好美ró Yah fiber w